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综合外边报道 古巴的卡斯特罗王朝即将终结 这意味着古巴可能要改朝换代了 昨天古巴的独裁者 古巴共产党总书记劳尔·卡斯特罗 正式宣布他将辞去股共党魁一职 这意味着卡斯特罗王朝在经历了漫长的统治之后 即将寿终正行 卡斯特罗兄弟王朝是从1959年开始统治古巴 他们成为苏联在全球共产主义扩张的美洲桥头堡 作为苏共在拉丁美洲的代理人古巴共产党 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疯狂进行颠覆活动 大家还记得格瓦拉 就当时曾经担任古巴中央银行行长政治局委员 他就被派遣到阿根廷 从事恐怖颠覆活动 结果被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军警给拘捕 后来给砍掉了脑袋和双手 然后呢 这个南美洲的一系列国家为了应对共产党的这个赤化 或者说是共产党的侵袭 而不得不向右转 建立了一系列军人政权 右翼军人政权 这严重地干扰了南美的民主化过程 以至于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这些像巴西 阿根廷 智利 才开始恢复民主制度 古巴共产党甚至派出三万军队 到非洲的莫商比克作战 他们要解放非洲人民 真是搞笑 这跟中共派兵到朝鲜作战 以及派出二十万解放军到越南去充当后勤部队 是大同小异的 但是自从1991年苏联共产党灭亡之后 古巴就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 这也与朝鲜类似 朝鲜开始了大饥荒 古巴人虽然没有绝对饿死 因为古巴人口只有一千万 而且古巴是一个极其富饶的国家 以前号称世界的堂库 也就是说它的甘蔗产量是非常高的 古巴在困难时期 大学教授都吃不饱肚 要在后院种上一堆土豆 才能够保持不被饿晕倒 古巴的共产党把特务统治 已经完善到了极致 以至于每三个古巴人 就有一个是兼职情报员 这也就是说一千万人口的古巴 就有三百来万的情报员 这个是被多家媒体 所报道所证实的 这些兼职情报员定期 比如说一个礼拜 或者每个月 要写报告给情报机构 就是它的上级机关 汇报它负责监视的 几个人的情况 比如说左邻右舍的情况 几个同事的情况 几个同学的情况 甚至包括一些亲戚的情况 这些最基层的情报员 获得什么报酬呢 每个月仅仅获得一块土 一袋土豆作为奖励 也就是说古巴人就是这么廉价 一袋土豆就能使得充当特务 劳尔卡斯特罗呢 是接任他哥哥上台 他哥哥一直坚持 这种强硬的共产党制度 但是后来他哥哥病重 然后统治古巴还是需要一定的精力的 所以说后来就让给他弟弟来当政了 劳尔卡斯特罗上台以后 放弃了与美国的尖锐对立 并且开始欢迎美国游客 因为古巴距离美国最南部的基维斯特 只有一百多海里 也就是说非常近 我曾经差一点到这个基维斯特去 那时候我开着车到麦尔米 这还是去年春天也就大约是这个时候 但是呢古巴实行的改革措施很有限 所以古巴经济一直很困难 就是说没有像中国和越南那样 因为古巴人民呢 就是说呢毕竟他这个信仰天主教 而且呢以前呢被西班牙人统治过 也就是说他很难让那些人 像中国人或者越南的农民工那样 做牛做马任劳任怨 所以说呢 类似的改革也只能在中国和越南这样的人民 就是说呢像牛马一样愚昧 像牛马一样干活的这个国家呢 才能够取得所谓的经济奇迹 而古巴或者东欧都不行 我前年冬天呢曾经在这个麦尔米旅行的时候呢 专程拜访过这个麦尔米城中的小哈瓦那和小海地 海地是另一个这个西班球最贫困的国家 这个海地在这个麦尔米的一个小镇 我当时的印象呢 这个小海地呢可能是美国最荒凉的一个地方 而小哈瓦那呢是相当漂亮的一个城市 那里面大概有几十万古巴人在那生活 他们盖的房子也很漂亮 显示出古巴人在那生活的很好 而且呢这个古巴菜呢很好吃 跟中国菜比较相近 他们喜欢把肉类啊牛肉啊羊肉啊 跟这个素菜 比如说混在一起炒在一起 或者用那个铁板锅来烧一烧 很好吃 跟这个在古巴国内那些饥寒同胞 饥寒交迫的同胞相比呢 美国的古巴人呢真的生活在天堂一样 非常幸福 因为他们住在宽敞的大房子里 吃不尽的牛肉羊肉和海鲜 而他们在境内的同胞到现在仍然在为能吃饱肚子而发愁 土豆或者最粗烈的面包 以及各种其他的反正只要能进嘴的东西 他们古巴的人呢都要拼命的去寻找 据说古巴呢采野菜都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古巴的大学教授知道在哪能采到好吃的野菜 或者能果服的野菜 他们又有时间 他们在课堂上对学生稍微应付几句 一大早就能跑到野外去采野菜 所以说呢在古巴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这个古巴朝鲜还有中国的共产党呢 能够轻易地把政权交给兄弟儿子或者红二代 比如说朝鲜呢是哥哥这个把政权交给弟弟 朝鲜呢是老子把政权交给儿子后来又交给孙子 中共呢则是交给红二代习近平 都表明了这些国家实际上都是弟弟道道的分建王朝 他们的共产主义呢都是很有限的 劳尔卡斯特罗呢是昨天呢在古巴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但是呢他没有指出谁是继任者 就是说呢他还没有无耻到朝鲜或者中国早已经定好王储或者接班人 但是呢劳尔呢此前呢曾经表示 他将帮国家控制权交给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毕竟呢劳尔今年已经90岁了 他目前呢是全世界年纪最大的独裁者 不过呢外界分析呢他目前宣布退位的主要原因呢 还是中国导致的 所以这很滑稽 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中共曾经给古巴大力的经济援助 维持这个整个拉丁美洲或者说南北美洲的对抗美国的这个前线国家 但是呢中共呢令古巴人没有想到的是 中共还把病毒也送也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们 中共病毒呢对这个他们的经济打击特别大 因为古巴的经济呢是殖民时代 是这个格伦布那个开就是发现美洲以后形成的那种商业经济 也就是说出口经济跨国贸易经济为主的经济 因为古巴的那个地理优势呢 就是说土地特别肥沃炎热 适合于种植甘蔗 还有这个雪茄烟 还有这个猪如此类的东西 所以呢它的这个 就是说呢农业呢 是高效的这个出口产业 但是呢这个中共病毒呢 却使得各国呢加强了边境的封锁 使得大量的古巴产品 没有办法出口 本来古巴产品的技术由于落后 就出口困难 现在呢中共病毒呢 导致它境内外的封锁 隔离 所以说呢经济面临严峻的困难 不过呢这个 这个继任的这个领导人呢 也是目前呢主管经济的 他也是一筹莫展 相信呢这个古巴 这个卡斯多罗这个兄弟 这个王朝结束以后呢 古巴人或许能够像东欧的 这个共产党政权一样 能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也就是最终呢 能够回到正常人类国家的 大家庭里来 就像捷克 或者是了法克 像这个波兰 或者是像的 这个匈牙利等等 这些国家一样 祝愿古巴人民 能够挣脱共产党的 残暴统治 恢复自由 字幕志愿者 杨能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